如果有烈水汽加速中度的時間 台中有一個火子 因為放烈水汽的地方 搭車坐車 空氣沒辦法流通 所有人潤流 洗澡窟 同一個時間 有個用加速爐在煮回隔 結果一個火子五個人 都移用化團中度 加速很快就發痕 送便宜都有救回來 阿公阿嬤 反而抱到小孩 早前都在便宜的高壓氧艙 這裡有高壓氧的地條 白空也很穩定 原來台中這一個火子 三台東東的菜神一家人 在這個月五號暗時 發生異陽化團中度 是沒有 一開始很順利的燃燃火 然後 點了好幾次都 才燃燒 那時代一半都跟我講說 越來越不舒服 越投影 事情發生在這個月五號暗時 10點完 刷新是表示 都是因為天氣很冷 家裡的門湯都關起來 一個火子輪流洗粉絲 還有煮火鍋 就多少出現身體不爽快 頭鋼丁靜中 就以後發生 一個火子五個人 拿來的燃燃化碳濃度 都有太過關的現象 在急診室進行檢驗 他們的燃燃化碳濃度 從17 上達到36 都是屬於輕度到中度的燃燃化碳重度 一方表示 五個人當中有一個人 告別他時意識不清 經濟高壓陽治療 都很大力危險 事態這年 從天到後氣溫變化 也很大 曉雯教表示 今年已經有五個人 因為疫苗化碳重度 喪惡案 只是以後就有三個人 曉雯教也被壓扁 損多熱水器的適用安全 現在台中綜合報導 他所謂的 感谢观看